今天在這邊開中朝會的同事 陳其邁他校良店 他在表揚昨天槍案破案有功 昨天破案有功 可是不要忘記15顆子彈 對所有的高雄特別是父母親來說的話 真的是還是膽怯心驚 然後呢剛剛又發生了一起 這個所謂的兇殺案 我想高雄的治安 我們當然非常肯定遠景的這個積極 特別是基層遠景 但是呢有發生過這麼多治安的問題 我想對於所有的市民來說 還是希望能夠有一個更安全的一個治安的環境 另外那個市長他今天說今年只有發 高雄今年只有發生三起槍擊案 那這個部分你怎麼看 只有三起嗎 我覺得槍擊案的部分裡面 是不管只有幾起 任何一起就對市民造成 我剛剛說的心裡的恐慌 身為一個市長 應該是盡力保護好所有市民的安全 最基本的安全 只有三起 那他是怎麼樣 什麼樣的數字才會讓他覺得 這樣的數字是值得市政府來更加的警惕的嗎 你要看著柬埔寨 台版的柬埔寨 做媽媽 看著那個年輕人 是被這樣的凝略 被人家這樣子的摳斗 有人說他是活該 他貪 幾個人在貪 也是一條生命 也不應該被這樣子的虐待 我們的蔡總統 我們的蔡總統 二十一篇的臉書 十三篇講的都是選舉 三起對他們來說是重宗之重 對我來說 高雄鄉親的生命 才是重宗之重 大家說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所擺的重點不一樣 這就是我們擺的重點不一樣 我一定要跟大家特別說 我們真的要擺不是四年 不是八年 我們要拚的是一個世代 我希望我有機會做高雄起床 我希望二十年三十年以後 有人說到柯森做高雄起床 他會記得我們曾經留下什麼 而這些是讓帶動高雄可以永續來發展 這才是一個市長的前瞻 這才是一個市長的高度 柯森說對不對 所以今天站在這個地方 吳宏特別提醒我 蔡吳宏特別提醒我 他說他很多人去報 去跟他說 他真的很想要到柯森 他真的很想要把他們的期待 放在柯森身上 但是他很怕 這個從台北來 算了就要走 他很怕又再一次的傷害 所以柯森今天跟特別蔡吳宏說 我們還得 不管十一月二十六號我們的結果是什麼 我說到做到 我一定去留高雄 我跟大家站在一起 我跟大家站在一起 因為高雄 即使一次不能成功 他會有二次他會有三次 如果你認為我是一個勇敢的女人 我就勇敢 我還有任性 我有腦袋 高雄需要我們這樣子的戰將 高雄需要我們這些人守護高雄 高雄是民進黨的專業 我們也愛台灣 我們也愛高雄的每一片的土地 高雄就是土地 高雄愛高雄 由我們共同來守護 所以 我們就在這邊 跟大家說 我跟大家 永遠站在一起 就是我們所有高雄相親 給我的支持 這是最真 我一定給大家的回報 這樣有說白嗎 所以呢 我勇敢承擔 我勇敢的接續 我勇敢的告訴大家 左水溪以南 所有的我們 請大家拿出我們的氣勢 謀好人看衰 謀好靠衰小 大家一定要站出來投票 用我們的選票告訴大家 我們又回來了 用我們的選票告訴大家 我們靠人民的力量 我們是絕對有辦法 碰到奇蹟的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們不是只要台積片 我要高雄不停片 好不好 不要高雄 所有的大氣面 亮的面 面貌面 所有的事情 小米都可以過好生活 讓我們用非常切斷的心 永遠跟高雄在在一起 讓高雄 在我們的手上 可以變得更好 更有價值 再一次告訴大家 不要含在投票 你今天投的是你驕傲 你光榮 你微笑 因為你代表我們 最正確的價值 請大家 勇敢站出來 用選票來告訴大家 我們才是台灣的正道 我們是台灣的希望 我們在這邊 請各位揮舞你的國際 揮舞你的山子 用你用力的山 刪除我們的希望 刪除我們的奇蹟 刪除我們高雄 最大的能量 柯正在這邊 拜託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 那個委員 你昨天在面 我剛才講到說 民進黨 那高雄不是民進黨的專利 當然是比較新的說法 我現在都是如此 因為高雄長期被民進黨執政 而且他們從2000年開始 執政也超過了國民黨的執政的 這樣子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一直認為說 好像大家都認為 高雄都是鐵板一塊 是民進黨的屬地 那我只是非常的強調 高雄絕對是一個 還可以讓更多人 可以過得更好的生活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打破 這樣子的一個 鐵板一塊的一個迷思 不是民進黨的屬地 給更多人能夠發揮空間 然後讓高雄人生活過得更好 這是我的本意 下午行動中常會的部分 會來到高雄 其實是主要要替全球加溫 是嗎 我想以前在江啟成時代的時候 其實也就有把行動中常會 開到任何個地方 讓中常會可以跟在地的 這些民意代表 還有一些的所謂的議長們 都做更深入的一個溝通 那這次他這個行動中常會 也開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想高雄只是其中的一站 當然我們中常委裡面 有很多都是來自於中南部 能夠透過這樣子 然後讓中常委知道 整個高雄的選情 還需要哪些需要加強 我想這是一個既定的一個行程了 昨天高雄槍擊案的部分 已經落網了 人在台中抓到 你怎麼看 我覺得高雄的這個槍支 對很多市民來說 還是一個相當不安的 特別是連開15發的子彈 這個所有人聽到 都覺得很不可思議 所以很高興 我們非常的感謝 我們基層的警察 但是槍擊案在這麼多的 在這麼一段時間當中 還是發生 我想對於市民來說 大家對於我們的治安 還是充滿了非常大的一個疑慮 我想這個不管是基層警察 我們給他最大的一個肯定 但是呢 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想還是需要再加以改善 讓人民更加的安心 昨天早上有提到說 你走到哪城區麥就跟到哪 那早上問他的說法 他是說去看看他的行程就知道 好像是不是只有那一站double到 我幹嘛看他的行程 他的行程也沒有給我看到 我只是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啊 我每次去到什麼地方 像上次我們是天天星的時候 這幾個議員都在啊 然後之後他過來 然後到林亞的市場 我也剛前幾天去拜訪啊 所以大家可以去做一個比對 不過我還是一句話 市場是屬於所有高雄市民的 誰要去都是非常的歡迎 然後能夠讓這些市場的攤販 能夠過上更好的日子 能夠讓他賺更多的錢 我想是任何的候選人 都是非常樂意見到的 謝謝 臺文明沒有問題 上週日後 你開始讓民視界先出大會 右邊造出大會 你覺得這樣出發嗎 那你會不會覺得高雄市的世界 挑戰到很難強 是非反而以後 我覺得我也拜訪過幾個一屆的大佬 這就是我為什麼有很多的 海軍行程的緣故 他們都說反正一屆 都是一人一票 醫生的自主權非常的高 所以不管是有多少的貨員會 不少有多少的工會 我都還是一句話 支持陳其邁 票投可指恩 那委員那個 你的現在那個市長好感度 在整個網路的聲量是 20到15歲 這個部分你是碾壓了那個 我們那個陳市長 那你怎麼看 我覺得我向來就是 是非常注重學生的一個聲音 不管他們這個 勇研會的 如何用這些淡江大學的 這種學生的意見來打擊 我還是一句一本初衷 就是該做什麼樣的事情 幫年輕人發聲 然後呢 該有什麼樣事情 就直接坦率的來訴諸 全部的高雄的市民 所以我到目前選 選戰剩下最後幾個禮拜 不管貨員會工會 陳其邁成立的多少 我還是一句話 我直接跟市民 跟年輕朋友 直接對話 好 各位女朋友 我們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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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